今天是2023年1月21日 又是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 今次這一則片是關於海外編輯的 因為本地和海外的新聞實在太多 今天實在太多有關姜濤的新聞 所以今天開另一段片 是專講姜濤海外的綜合新聞 本地新聞稍早之前已經播出了 今次這段主要集中講 海外的新訊一樣是這麼精彩 根據姜濤的新聞是非常之多 非常之精彩 還有團結一次海外的姜濤 好了 第一則新聞就很開心 近來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 《藍兒多俠樽》 《藍兒多俠樽》這套動畫 一定是牽在香港很多人的回憶 話說近來他都找回當年亞視的配音 去做動畫版的配音人 雖然都是一個開心的回憶 但是在日本方面 更加多的人是對於《藍兒多俠樽》這套戲 就非常著弱 為什麼要說《藍兒多俠樽》呢? 因為近來姜濤的貴前菜 現在也有很多海外版本在播出 但是呢 我正在翻查 理論上日本是未播貴前菜的 我看看相關的資料 應該是未賣到還是未播 還是買了給他還未播 不知道 但是呢 已經有日本網民了 我們看看日本的資料 他們很喜歡有應援團 去看《藍兒多俠樽》 居然有日本網民 拿出貴前菜的香港版廣告 即是有些Poster 就會一直帶進場看 還有一些日本 可不可以叫做日本薑糖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薑糖 總之是薑糖的支持者 他們居然說已經看了這個 港版的貴前菜 在日本怎麼看貴前菜呢? 我也不知道 總之他們有他們的方法 總之支持薑糖就行 話說他們就帶上 貴前菜的海報 帶上海報 做了很多裝飾 貼上《藍兒多俠樽》 《Cose over》 《藍兒多俠樽》的宣傳海報 進去 甚至有些人 直接把薑糖的藥 貼上去 《藍兒多俠樽》的海報 就是相當之小 我高等兒子都相當佩服 為什麼我這麼開心呢? 因為我看到這些新聞 覺得很高興 因為我發覺海外 真的有很多人喜歡薑糖 甚至有日本的網民 就拿回薑糖 貴前菜 那時候第三集 扮日本高孝生 還剪輯 剪輯 做海報 哇 相當過癮 相當有趣 我都不得不讚揚 日本的粉絲 是多麼忠於薑糖 還有多麼有創意 他們找到薑糖的作品 他們就加以宣傳 引入藍兒當入瓶 貴前菜 喂 我看到呢 我不單高興 我覺得是很暖心 暖心在日本網 日本的人 是多麼花心 如果他們喜歡一個偶像 願意花這麼多時間和心機 去做一些Coresover 去幫他們偶像做宣傳 或者令到他們自己又開心 好像我看到一些照片 有些日本網民 都穿在日本高校的校服 其實都不出奇 好像梳過頭 就是假裝姜濤 當時的造型 相當之出色 相當之Funny 很好玩 我覺得整件事很好玩 對於一個 喜歡姜濤的粉絲 我姜濤 高登仔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開心 見到世界各地有這麼多人 喜歡姜濤 特別是日本文化 喜歡海洋偶像 是並不容易的 說真的 特別是 他們有這麼多日劇 這麼多劇集 這麼多偶像 是吧 連姜濤 都扮演日本高校的形象 居然呢 又引起日本人的喜愛 我相信日後 Buckerville 可以真的考慮 我不知道 可能他已經賣了版權 給日本 看看幾時播 我覺得你們真的要把季前賽 推廣去日本 即是做一些宣傳節目 令到姜濤 在不同的國際市場 都擺在名單 這個真的相當之厲害 那你說開不開心 那這個呢 就是一則很好的日本消息 那麼呢 低得一跳就跳到馬來西亞 原來呢 馬來西亞 在這個叫做 988精彩聲勢排名 排行榜 best of the best 2022年 那原來呢 就是 馬來西亞的音樂的頻道 就是電台來的 那他就叫做 選這個 心目中best of the best 的選票 那就是988 這個馬來西亞電台 就舉行的 那至於這個截止日期呢 那就是高登仔看過一陣子 那就是他的網頁 那馬來西亞的電台網頁 那好像看不到那個截止日期 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過anyway 你一聽完高登仔這一段片 就趕快去這個 馬來西亞電台那裡 那就投票了 那就是 他很有趣的 但是他呢 只要你可以提供到一個email 就可以投一票 那就是說 咦 那我 很壞 如果我一個人提供到兩個email 就可以提供到兩票 那一個人有兩個email 在現今這個網絡世界都不奇怪 那我是不是投兩票就可以了 那他的準則就沒有說什麼的 他總之說 總之一個email就可以投一票 那這樣 那當中很多歌選的 沒有選錯 那他就用這個google form去做的 那記住就選了 那姜濤就有兩首歌 那一首呢 就是作品的說話 那我看一下先 另外一首呢 就應該是這個 鏡觸鏡 那就投這兩首歌 那這樣 盡量 那盡量 那如果是要投的 就先投作品的說話 如果你們沒有時間 是要投一票 如果有的 就投兩票 是不是 一個人有兩個email 都不奇怪的 是不是 我不是叫大家 就是重複投票 OK 我高登仔不是很贊成 那樣的 但是 他又沒有說不行的 他總之一個email 投一票 那來西亞電台就是這樣 相當之得意 那這個呢 就是馬來西亞的一個電台選舉 那當中呢 原來有很多華人都喜歡聽這個姜濤的歌 其實呢 其實之前呢 2022年呢 馬來西亞電台呢 都有一個排平榜呢 鏡觸鏡和作品的說話呢 都入圍了 都入圍了 在那個年度的播出流量冠軍來的 那都相當厲害 那這次年尾呢 那可能這個電台呢 就特意再做一個選舉出來 就選了2022年一些出色的作品 那有很多歌的 那大家記住投票了 那我自己心水就投回劇中的和作品的說話 如果大家沒時間就 只投這個作品的說話 我覺得都相當OK 非常之好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馬來西亞投票的活動 那大家就去鼎力支持 支持一下姜濤 那呢 就 說回了 那就 近來呢 就世界各地呢 很多姜濤後援會呢 就 支持姜濤的不同的活動 那樣 因為呢 其實在香港來講呢 那因為姜濤就是香港的明星嘛 那他就 在香港住的嘛 在香港生活 在香港工作嘛 所以呢 很多投票呢 都是在香港進行的 不論大小官方非官方網絡 平台等等的頻道呢 都是有姜濤的投票 那所以呢 最近呢 就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姜濤後援會呢 那呢 就發起了很多不同的投票 那我都看到都很開心 那我都看到呢 他們是一些後援會的群組啊 網絡啊 網絡啊 都展示出來了 譬如香港有很多 不同的網絡的投票的活動 那他們都一一展示出來 無論是加拿大啊 美國啊 啊 啊 香港啊 那香港也是啦 那 還有很多不同的後援會呢 都展示出這些投票 那我相信都是香港 那我相信姜濤努力去 去post這些這樣的活動資料 post這些選舉資料呢 去各大不同的網絡平台那裡呢 去提供給他們呢 就在海外 就這樣有一些人士 就可以一直投票啦 那當然有些選舉 大家要留意啦 有些選舉呢 就只是可能很簡單 提供少個人資料 就可以投票 有一些呢 就要一些身份證啊 有一些就可能要一些 相關的證明 那大家提供資料那時候 相對要小心一點啊 那但是我自己覺得呢 如果他簡簡單單 可能提供一個email 已經好像馬來西亞的電台選舉 提供一個email 選客的 那我覺得email又 沒什麼所謂的 那就提供啦 就是說如果要提供到 一些身份證明文件的號碼 甚至相片 那我就覺得 大家三思啦 我覺得支持 支持姜濤是必須的 但是在做這些 提供確認資料那時候 要小心一點 那但是我也多謝啦 各地世界 各地的姜濤 在後援會呢 都力撐姜濤 在不同的層面 比賽投票呢 那希望他都可以做得 更加好更加多人去認識 那這件事呢 我也覺得 相當之開心 相當之支持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繼續努力 那講到啦 講到一些後援會啦 話說呢 美國呢 就因為播出這個季前賽 掀起了很多社區的打籃球熱潮 那這樣 那有網民就發現 在一些美國的小社區啊 一些學校呢 就找到一些群組啊 找到一些群組啊 是說什麼呢 就說啊 他成立了一些季前賽的後援會 不是姜濤後援會啊 不是Mewi後援會啊 他們是成立了這個季前賽後援會啊 那麼仔細的網友看呢 就說呢 原來呢 他們呢 就為這個季前賽呢 每一集 就分享一些 影集的 叫做 看後的 討論啊 看了 看了 每一集的分享會啊 討論每一個角色啊 又以季前賽這個名義 去搞一些比賽籃球啊 又有那些叫做 季前賽的閃卡分享啊 那些閃卡就是麥當勞香港的閃卡 就是我之前段影片都說了 如果你們手上 有這些季前賽的閃卡 原來我去美國呢 美加啊 美加地區啊 應該都是同一樣東西而已 炒得起啊 成千元張啊 當然我就不會拿去炒啦 對不對 我當然 但是呢 原來當地的 有很多年青人說 就以一個 擁有這個季前賽的閃卡為榮啊 個個都爭著去拿一張啊 相當之激烈啊 甚至有小朋友拍照呢 就很開心 拿到一張 姜濤的季前賽的閃卡 這樣就很開心 那這些 真是很開心啦 那你就知道的啦 美國 美國人呢 就很流行 什麼東西都 都做一些 什麼會 什麼會 所以這次這個季前賽後會呢 我也不知道是可以 成立多久啦 但anyway 其實現在 都叫做 有一個很好的 宣傳 或者一個很好的 效應啦 姜濤效應 這樣就令到 大家都熱愛南韓 我覺得 都非常之好 非常之開心 這個 美國成立 季前的這個後會呢 那就希望大家呢 就可能 去看一下一些 網上活動啦 雖然我們未必 親身飛到美國呢 去支持這些活動 但是呢 我們都希望 如果他在一些 posts share 相片 IGshare 我們可以 點擊一下支持啦 都相當之開心 相當之好 當是這些 另外 另類 另類的 後門會 一些花水 一些支持 一些資料 我覺得都相當得意 相當有趣 都是要支持一下的 這幫年青人 對不對 那麼就說到了 加拿大啦 加拿大呢 就很多香港人 就去了住啦 移民也好 旅行也好 很多啦 話說呢 近來呢 加拿大那個 姜濤 不知道是後門會 還是什麼組織 那呢 他就派了 那派什麼 那派什麼呢 那我的 那些 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跟香港後門會的利是一樣 還是 其實是加拿大自己做一些利是 我相信都是加拿大自己做一些利是 沒理由 寄香港的利是過去 那 加拿大這些姜濤 做了一些利是 就 叫做派街坊 什麼叫派街坊呢 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啊 裡面是否入了一些糖 還是入了一些錢 還是入了一些QPON 就是做一些善举 那派給呢 就是網絡上說 派給一些社區有需要的人士 特別是老人家的 那派給這個老人家 那道新年 那都是華人為主的 都是以華人社區為主的 那 顧問論這些是真還是假 小還是大事 我覺得都相當好 如果我是老人家 那如果我是老人家 那我又是華人的 那如果我度過這個農曆新年的時候 又好像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親戚在身邊 那或者你知道 外國未必那麼多人喜歡 就是沒有那麼多人去著意去 就是叫做慶祝這個農曆新年 因為外國人通常慶祝一月一日 那如果我是華人的老人家 那當然 在記憶之中 當然是一個很開心的農曆新年 一家大四的過 那如果 可能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了 那可能那些子女 又西化了 那未必那麼重視 那一個人在家 那這樣就不怕了 那有這些 加拿大的姜濤 就派 這個慈善的姜濤歷史 那就派給當地的一些 老人家 去做這個 可能是慈善活動 還是這個 街坊活動 我不知道 因為太遠了 就是純粹網絡消息 就是傳出來的 那都不要緊 那都相當之開心 相當之興奮 那為這個 過這個農曆新年 就增添一些氣氛 雖然它是加拿大的 那樣的 那是加拿大的地區 那樣 那我自己都希望 那都希望 那大家也會 那大家都帶出這些氣氛 那就相當之開心 相當之好 那樣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 講一點一則泰國的消息 有泰國姜濤之稱的PP 大家知不知泰國姜濤之稱 我就馬上看我側新聞是什麼 原來也有幾分相似的姜濤 這些網民就叫做泰坂姜濤 泰坂姜濤 這麼厲害 他的名字 我真的不太懂得讀泰文 我很抱歉 但網易就叫做PP 話說PP將會好像生日還是做生日會 當地自己的粉絲就會搞到 照模仿香港那時候去年 姜濤生日就弄成整個銅鑼灣 好像姜濤彎 姜濤彈 這次泰國姜濤PP 就說他會搞到整個泰國 不知道是哪條銅鑼 就搞到整個PP彈 好像一個姜濤彈 還說我的PP的粉絲 公然說他們都是模仿香港姜濤彈的運作形式 例如貼一下Poster 賣一些廣告 屏幕廣告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屏幕廣告 還是有些很大型的橫額Poster 還是耳拉架 搞到還有很多不同的PP 就是這個泰坂姜濤PP 不同的應援物 不同的製造物 當時可以去買 我看到這條新聞真的很好笑 第一好笑就是PP真的有幾分相似 大家可以網上網搜尋泰國PP 是一個偶像明星 第二就是覺得他不單像姜濤 是直接連姜濤彈都抄了 直接連姜濤彈 好像銅鑼灣都抄了姜濤彈 Copy去泰國 那你說威不威?姜濤就威了 不單是人的樣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樣子抄姜濤還是什麼 這個PP 直接連Woodoo都抄到姜濤十足 這個真的是一個泰國很好笑的消息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泰國也是以出名創意為主 除了旅遊 大家可以去泰國旅遊為主 但其實我的產業都非常有創意的 工業 所以這次我覺得這個 好像泰板姜濤PP 做這個姜濤彈就相當之有趣 如果有朝一日我們去泰國玩 我都去朝一朝聖這個泰板姜濤 究竟是怎樣似的 真人的高度 即是你講的 姜濤講泰文我都覺得挺好笑 Anyway 這個就是一個一側的泰國姜濤的消息 這樣 大家有記憶的時候都記得姜濤之前 就瘋了一個韓文字典的 廣東話韓文字典 列入了姜濤 即是這個字 近來又有韓國的一些粉絲新聞 話說近來因為這個姜濤的 剛剛有了第二個韓國和季前菜 這兩套電影的熱播 所以呢 有很多韓國人就翻查資料 究竟姜濤的發音是怎樣 姜濤韓文怎樣讀等等 大家又對這個 廣東話韓文字典這個熱潮又出來了 大家都非常盡量去查一下這個 究竟是什麼 難道相當之開心 相當之高興 那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是今年年頭的事 近來因為可能都是那句 一個人紅 當一個人紅了起來 就會開始多了一個了解 多了人去溫馨去關注 所以這些東西就相當之多 近來韓國人就翻查 姜濤那是什麼人 姜濤是香港明星怎麼紅 姜濤的發音是怎樣 又有多人查這個 廣東話韓文字典這個對應 雖然這個韓文字典 加上了姜濤最新的字的解釋等等 也是相當之過癮的一個新聞 還有一個對於姜濤的肯定 在這個韓國這個文化之中 所以我們都要密切留意 姜濤的各地的新聞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姜濤的韓文字典熱邪 多了人查 定到大家都對姜濤 又更進一步熱身 在這個韓國文化 不知道姜濤什麼時候 有機會去韓國做這個 新的應援呢 或者是學一下這個文化呢 不過其實以姜濤的地位 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學 就這樣在香港 反而去韓國偶像 來學一下姜濤 學一下姜濤 怎樣去令到大家 對於作品的執著 對於作品的創作 我覺得我的韓星 過來學姜濤 都更加好一點 這樣 這樣啦 那 大約就是這樣啦 姜濤的海外綜合新聞 報導就差不多了 好 多謝大家收聽收看 今天是2023年1月21日 這條片就是帶來海外 姜濤的綜合報導消息 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今天太多片 我就分開本地和海外 兩條片去做 希望大家聽得容易些 和容易些去分類 大家喜歡聽海外 就聽海外 聽本地就聽本地 喜歡聽哪條 就喜歡聽哪條 都沒所謂 高登仔 志在為大家帶來 更加姜濤的消息 希望姜濤更加努力 更加去做好自己作品 令到世界各地都 有這個姜濤熱 好不好 今天是年30晚 再次 希望大家團團圓圓 吃完團圓飯 走過花市 欣賞姜濤的不同的作品 度過一個溫馨的年30晚 迎接明星年初一的兔年 現在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神春進步 身體健康 明天年初一 繼續見大家 拜拜